美国职棒国联分区系列赛第五战 由稻奇对上的教室进行输死战 两队上演日籍投手大对决 这也是大联盟季后赛史上 第一场日本投手同场先发 尽管说大谷祥平在这一战交白卷 但稻奇最后以两发扬春炮击垮了教室 以三胜两败的成绩挺进冠军赛 大棒一挥 二局下稻奇队的安利奎贺南德兹 从教室先发日籍投手 达比修游手中挥出阳春炮 七局下稻奇又补上一刀 这次是泰奥斯卡贺南德兹建功 达比修游主投六点二局 只被敲三安 但挨了两发阳春炮 让他吞下败头 稻奇先发三本游身 克服首局阵 五局投完只被敲两支安打无失分 牛鹏接力让教室一分未得 稻奇投手群在季后赛创下24局无失分 是对史最佳记录 大谷祥平第五战四支零还吞下3K 索性队友赫南德兹建功 从一胜二败的绝境 惊天逆转 最后以三胜二败淘汰教室 挺进国联冠军赛 刘永伟编译